嗨,大家好呀,洗完了小小之后,发现Gaddy比洗澡有那么一点点的欲望,于是故事就这么开始了。 哎,我感觉汤圆和珍珠真的是画廊,一刻不停地在经历,唠唠叨叨叨的,即便就在这里拍着,灵异的声音也完全压不住珍珠和汤圆的声音。 Gaddy身上已经被绷了很多的小水珠了,当然,我身上也是。 不洗澡啊,洗澡去了,去吧去吧。 不让去洗澡啊,洗一下凉了,去吧去吧去吧,我在这儿等你,怕啥。 嗯? 人体中偶然那一次,我看到Gaddy在蓝盆子里玩水,就觉得我认为Gaddy应该已经接受室温水的温度了,所以这个时候,明月水温应该在27、8度左右。 去洗澡,去洗澡去。 洗澡去,洗澡去。 洗澡去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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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。 妈妈。 快点。 你在这儿洗个。 去,去,去。 去。 去,去吧。 哎,看看这些磨整度提高的刺激飞鱼,以及还没有换掉它们三个蛇掉的。 看有一点,Gaddy一定不想在这个水里面洗澡。 虽然张开了翅膀,可是完全不从水下面走过。 嗯,去吧。 。 是小凳子的原因吗? 是小凳子的原因吗?我把小凳子给你拿走。 去吧。 好,下面是正常的Gaddy洗澡时候的样子。 。 月琪,别叫了。 哎,我现在的能力,也就只能感觉为期不叫。 那。 因为,我是小凳子,那也是不太太容易的人。 因为,你要把小凳子当时,就要硬了。 为什么,真正的Gaddy洗澡的时候,速度还是很快的。 如果,我站在浴室里面,Gaddy大概洗五分钟左右。 如果,我像这样Gaddy在浴室附边,Gaddy不多也就洗两分钟。 我都不知道蹲在这里拿着手机 每一次在地震气的时候 我都是闭着眼睛的 可能下次我需要带个呼吸镜 现在的水温呢 是我平时洗澡的水温 能说什么呢 不让上头就攻击我的手机 一般来说 刚刚洗完澡的鹦鹉 在26度的空调口里面 应该是相对比较安静的 去哪 在该笔第三次飞到我头上 试图拿翅膀打我脸之后 我把该笔拿到了室外 室外的温度大概在27度左右 比室内还稍稍的那么高上一度 所以对该笔来说 还是可以接受的 就感觉该笔在室外的阳光下 还是很漂亮的 好冷 爱不爱不 爱不 好 好 感谢观看